欢迎来到没事来哈拉节目现场 我是吴若犬 今天前往我的老朋友 他跟我讲说我们近15年没见面 但他真的是风采依旧 我们来欢迎来自郁蒙集团董事长邵永天 我们请邵董先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邵董你好 若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十五年变化很多 就从一个投入建筑方面的企业家 然后成为一个文学家 这个创作野孩子 我们认识的那个阶段 然后现在是艺术家 还会作画 听说在一场活动里面 当众就几分钟 三四十分钟就完成油画 4200画 画足到艺术领域是受女儿的启发影响 应该是神的导影 跟我女儿应该没什么关系 女儿好像对艺术也是很有研究 我以前认识她的时候 她说是学生小朋友 对啦 她其实她学画画已经大概二十六七年了 那当然也跟她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2018年的11月就金马宾馆开幕 那她只想办公室就是家族四壁 跟她买很贵啊 所以想说要不然我自己乱画画个两张放上去 就画上瘾了 其实人有时候内在有一些潜质 能不能透过环境的一些因缘 就把那个潜质把它发挥出来 不晓得其实我都说生命会带着你走 那你现在身兼数字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我最喜欢当玉盟集团的大家场这个角色 对其实做任何事业都一样就是 每天就是出门 然后工作 然后回家休息 就这样子而已 还能怎样呢 其实你真的综合商场 可是在我的观察里面 你更像一个修行者 所以修行者不一定就是要吃灾念佛 但是就是在每一个当下 自我觉察 然后完全的投入 修行本来就不需要去吃灾念佛 我记得以前一个道长讲一段话 对影响非常深远 他用台语讲说 书在沉山没完酒 沉山造在五心跳 就是其实修一辈子 只修你心中那村心田而已 其他那些有行的 或者是一些一定在弄个什么形式 那个其实也没有必要 而且很多这个修行的心法 其实完全就在个人 对那我常讲就是说 其实把自己放掉 把自己所有的家手都放掉 生命会带着你走 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走到今天 其实我告诉你 你让我在重活34年的事业 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走到今天 不过邵总真的就是戏剧性的人生 让时光的河流带着生命的前进 七岁之前曾经发高烧 40度昏迷 掉落池塘里面 我也掉落池塘里面 被捞起了 我掉落池塘是因为我下去捡一块钱 所以其实邵总有在其他的访问说过 这个贫穷 其实是一个人一生很大的财富 珍贵的资产 让你能够更加的去认识生命的 其实从贫穷开始的 他可能就是从三分开始 那他或许我常讲就三分五分十分开始 他可能有机会到达95分甚至99分 但是如果人生是从80分开始的 有的时候要变81分都很难 因为他已经惯在那里了 他已经没有弹性 他没有什么弹性 他就觉得这样就好了 而且有些人因为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 他一开始就是在那个分数里面 含到最后那个汤匙都会变成泥沙 看他的命運 那么邵董其实投入了台湾的建筑的事业 其实也碰到了一些经济的环境的变化 亚洲的金融的风暴等等 但一新你刚才讲说让我还蛮感动 其实我们虽然认识这么久 跟你回答答案 我问你最喜欢的角色什么 是做育盟集团的大家长 育盟集团现在旗下其实包括了 就是一些建筑的事业 还有一些这个 我们有建筑嘛 那营造嘛 那金英国际行馆 它是一个超五星级酒店嘛 那五开高雄跟台北 就是等于是米勤餐 因为今年全世界米勤认证的铁板烧 全世界只有15家 我们其中就两家嘛 一家在我们的微风南山 对然后金马宾馆当代美术馆 就是艺术车 而且我特别要强调 我们家女儿厉害的地方 就是我们金马宾馆每一党展 都是他用两三年的时间 协同法国大皇宫的首席 绝后去做的展 我们从来不买仪展的东西 都是我们自己弄出来的 那九定市公寓是有建于高雄 对于外来的高阶的专业人士 没有一个很好的整个家庭 可以生活的专业的地方去做这个东西 对那自己最近有自装品牌 做SSW四季餐厅 对那明年想要送高雄是最后一个礼物 就是国际5A办公室 对国际5A办公室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一个所谓的 世界一流的城市 你要超五星期酒店 我们已经做了嘛 你要米其银餐厅我们已经做了 需要一个当代美术馆我们也做了 酒店市公寓我们也做了 那我觉得高雄常常在讲说 它是一个海洋的首都 怎样说一句 结果高雄的办公室现在比台中还差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种就是办公大楼这样的产业吗 我觉得所谓国际5A的话 它就是一个比方说它有很大的门厅 那每个楼层每个楼面都很大 楼高很高 然后它对于这里人性化的办公环境跟需求 还有一个地标性 还有你可能离空港也很近 交通很便捷 这样子整体的东西才能成为国际5A 对那高雄是台湾很多产业的重镇 就像上次赖副总统讲的 我们这个不锈钢的挪帽 全世界6棵就5棵是高雄的螺丝工厂做的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办公室 因为高雄办公室产出是77年到81年盖的49万匹 但是都是那种单层楼面积不大 楼高不高 甚至电梯很小台那种 南登大雅之堂 你的使命感 我想说我就身为一个高雄人 见高雄很多这一件弄一弄就功德圆满了 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投入了必胜的热情 不过我很期待或预测得到 其实这个完了你应该还会有别的 当然会有 不算有一些新的发现的人 欠城市的先还完再来讲自己 是是是是就是一个这么样热情的投入 让运萌集团我想不只是在高雄 也将这个热情包啊 透过你的铁板烧的餐厅也跨足到别的 其实我们对台湾都希望造成一些影响 虽然我们在高雄 但是比方说当代美术馆对台湾影响就很大 是是透过这个餐饮 办公大楼还有一些住宿等等 让邵总的理想可以让台湾们一起来看见 欢迎继续回到美式来哈拉节目现场 我是吴若全 今天请到德高望重 但他心中拥有一个野孩子的年轻的年少灵魂 他是玉萌集团董事长邵永天邵董 对于这个建设 对于地方 对于艺术 对于文学的创作都非常的有热情 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旗下这个关于住宿这个部分 其实就有这个精英 对于是短住的 一天两天 六七天 玉门国际馆就是你可以租一个月三个月甚至两年三年都是可以的 短租跟这个中长期他其实是不同形态 因为你在饭店的话你就不能开火啊 这是很直接你没有厨房你也没有洗衣机啊 就是不是一个正常一个一家庭的生活形态嘛 那酒店生活公共他就是什么都有 就是我们连锅碗瓢本连汤子都有 那个一个这样的空间屏数大概多少啊 我们从而不盖小房子 这是我们 我们两房最小就五十七坪 两房最小五十七坪 这比我们台北人的住家还过瘾 三房是六十二坪四房就七十七坪 楼高都三米六就是住宅最高高度 我本来想说像我们过去去欧洲啊 包括就是公司调派出去工作 或自己的旅行都租过这种酒店式的公寓 可是都小小的啦都没有像你讲的这么大的 一般来讲其实如果你想要大发力士 就是把它规划十几坪两房 像我现在一坪才租一千多块 那如果十几坪两房可能就两万块就很好租嘛 那我搞成这个样子可能就要六七万 那你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好租 但是第一个总价永远都是过滤客人的唯一法寶 因为你最少一个月要六七万的话 你来的不会是七七怪不 一个月六七万 一户嘛 我们其实不是用金钱在以貌取人 真的不是这个标准 可是有时候它就是一个机制 它就是一个门槛 因为台湾这个地方六七万一般人 会觉得我来买房子就好干嘛跟你住 但是他可以接受的人一般素质都特别的高 第二个我会去考虑到说一个建筑长远 这房子是不是健康的 今天如果我只有用十几坪 可能我就一面采光 我连通风对流的机会都不可能 那就长远五十年一百年来看这个建筑 它不是一个体质健康的建筑 它只是想捞一票的心态 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会先考虑到说它是不是健康 就像饭店最小是十七点五品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房间最小是十七点五品 其实我对于台湾这些饭店业者 的一些经营的形象 大概有一些形式上的了解 尤其是建商他盖了一栋建筑 他可能不太会经营饭店 就找一个国际的品牌来合作 他提供引体国际品牌 帮他提供软体管理服务 其实你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 就是自己做都自己来的 一亿贯制一条楼 自己做计自己规划自己招募自己经营 而且他自己管人 因为服务业的人是很困难的 我每个礼拜都要应征人 因为每个礼拜都有人在离职 每个礼拜都有人在报道 我听说了 因为你对人的要求很高 我应该就是偶尔来帮你 我超会看人的你知道吗 对啊 会看人没用啊 就是你要有人来啊 来给你看啊 有有有有 今天你一讲完很多人来了 不过这个邵董 不要看他这样谈笑丰盛 他其实内心他这个高标准 就是这个标准很高 不是处女座吧亲爱的 没有啦 家里做的啦 其实他心座不见得会准啦 好啦 不过我刚才讲说 你看你讲的 你就做一个酒店式公园 然后你看考虑到通风 你知道吗 对 这个就是一个有建筑专业背景 来投入这个产业的人 他会思考到的点 对 对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一点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有些人懂 他也不见得愿意做 因为他要跟市场妥协 但是郁门从来不跟市场妥协 我就是一个话外之名 我就是要很 能够坚持这个 因为我觉得做事业是这样子 你很认真把每一件事情做 有一天不小心老天也给了你一笔钱 的赏识就这样子 人生还有什么 不小心给了一笔钱 你追钱你也追不到啊 我懂啦 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化为简单 一般人听得懂的白话文 就是说 你就用你的热情 然后去做好你有兴趣理想 而且擅长的事嘛 然后你自然 你不要去追求钱 就是你自然会得到你应有的报偿 你追钱其实追不到 钱追你好像你也跑不了 我自然齁 我妈妈跟我说 人两个人四个人 那我就说 我跟我妈妈说 我要走得快 我要让钱来 你逃不掉 当钱要追你的时候 你真的逃不掉 他还是追上你 但一定就是 你要有热情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 从来不会想说 我要想要去赚什么钱 就是事情来就把它做 而且育猛从来不做计划 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应变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告诉你 要跟上你的头脑的人 他其实挑战性很高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追随过你这种老板 超害怕的 每天都要想很多事情 其实我腰就很低 就跟上我30%就好了 我们就很开心了 我就是感谢我自己是那种水瓶做外星人 你知道吗 我也很喜欢变化 所以我曾经就是服务过这种类型的老板 那我就觉得 别人都觉得快要发疯 他每天就很多新想法 可是我很享受 我觉得我很 很乐于就是去 去赶上这种变化 其实他可以成长 就像 对对对 整个育盟集团所有发文都是我在审稿的 那你看那些公关什么一进来 写那稿根本就乱七八糟 但是当我雕了一两年之后 他写得很好 但是也有可能会被挖走 对对对 这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经营企业也就是在帮社会培养人才 本来就是要有这样的体认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育盟 我们这个酒店式的公司叫做育盟国际艺馆 为什么我们开一个行馆 一个驿馆 行馆就是皇帝出门在住的 行馆就是精英 行馆就是他单价比较高 古时候的行馆就是皇帝在住的 那驿馆就是一些大生意人或者是大官出门去住的叫驿馆 那大官和大生意人他会在一个地方住很久 他可能被派遣出来 那皇帝出来一天两天就回宫了 所以行馆跟驿馆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行馆的时候的企图心事 不管你是什么样阶级的人 那是不是有机会让你做一天的国王 或做两天的国王 是这样子 我们用这种心态去盖那个饭店 我们不是为了让你歇歇脚而已 那那种就是电影明星电视明星说 我不要买房子我要住在酒店里面 不是前一阵子有这样的新闻吗 其实住酒店是蛮开心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不买房子 住很开心是要住酒店是公寓 是真的 因为你住饭店你连一个会客的地方都没有 是是是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 欢迎继续回到没事的哈拉节目现场 我是吴洛权 今天是认识十几年的老朋友 来自育盟集团 他是育盟国际议馆董事长邵永天 他说他最开心身兼素质 那么最让自己很enjoy 就是担任这个育盟集团的大家长 不过听众朋友听到我们这个 所谓的育盟国际议馆 其实有些人我感觉蛮蛮好奇的 就是适合一个月到三个月以上的 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都是可以的 那你当初在从事这一个产品的规划的时候 有设定说什么人特别适合来住这样的 其实我会觉得说风向在变 所以在那边那个大厅有两幅的话 一幅叫渴望自由 一幅叫立即解放 若权我们年纪差不了多少 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是出生可能被家长管 管了几年之后被老师管 老师管完了可能军中管 你是宪兵喔 我也是宪兵喔 管得很厉害 女生不用当兵了 出社会就给主管管 那很快的二十几岁的 人家就催你赶快结婚生小孩 那接着你要带小孩管小孩 那你到五十五岁六十岁了 你为什么要去管一间房子呢 你为什么不自己开心一点 把房子不管什么房屋税地下税水电维修 有管理什么全部都给人家处理 你就做些人都好啊 这样不行吗 所以我们的客人就是第一个是 除了钱不是问题 其他都是问题的人 好 要渴望自由立即解放 对 因为你可以自由的 你为什么还被他牵制住呢 你为什么守着阳光守着那间房子呢 你出门去担心你家东西没有人雇呢 你是招谁惹谁呢 对不对 守一辈子就为了遗产给小孩子吗 不能留其他东西给他吗 这第一个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看到高雄的蓬勃发展 会有很多国际的CEO 甚至是很高端的技师 这样子的人来到高雄 我们也希望让人家可以住这个地方 那这就两种人 第三种人 我是觉得我们做任何事业 我们也是要看未来的三五十年 不是看过去的三五十年 未来的三五十年 就是世界地球村嘛 尤其你这个疫情 这段时间之后 大家就习惯于远距离办公嘛 对不对 我今年六月有一个 待了十年的主管理职 对不对 他原来是行销部的协理啊 他现在要做什么 他叫做远距离的 做线上行销嘛 所以他人在巴黎也能做生意啊 人在东京也能做生意啊 所以在我们下一辈的人 可能九十几年次的 一百年次的 他可能不需要守在一个地方嘛 他可以在高雄住两年 他可以去东京住两年 他可以去香港住两年 他可以去巴黎 到哪里都可以住个几年 就这样子 游牧的游戏人生 那不是很开心嘛 他只要有一个技能在生 那以后再透过区块链的话 人在美国你可以卖台湾的房子啊 对不对 你也可以在这个线上去揪 在区块链里面去找你巴黎去做一个公案 做完之后就在上面把钱分掉了 大家也没有见面 所以那种定着在一个城市的一个住宅的事情 这个观念在未来三五十年会被打破 我们只是先走而已 而且先把这一个解决方案提供出来 还有一个最大重点就是 反正现在在台湾盖住宅卖给人家 跟杀人犯没什么不同 怎么说呢 政府也说你不好啊 各政党也打你啊 说你是坏蛋啊 这不是一天到时候要打房吗 立法院你没有看到吗 不是每天他打你吗 那我就不要卖就好了吗 我来租总不要再打我了吧 所以有为这三种人着想 第一个就是 就是除了钱这个不是问题 其他都不想去烦恼的人 渴望自由立即解放的人 第二种就是其实因为工作的关系 必须要在一个城市上面去从事他的业务 第三个就是你那种就是游牧人生 就是他可能这外地 可是他想要在高雄待上一个几个月 可是他可以继续他的事业跟工作 那当然上次也有一个前辈问我说 你也盖房子 你之前也盖房子在吗 你不自打嘴巴你叫人家不要再忙 我说不是 如果你五十岁之前 你要自产享受增值什么 这都是很OK的 但是如果你过了五十岁甚至六十岁了 其实把那房子处理掉 你可以蜜酒金金乘休 为什么不要 你为什么守着那房子守到有一天给孩子 那很多人头脑也不是很清楚 就我常去讲一个观念 你赚了二十亿 那你花了两亿 十百遗产给孩子 那十百你的小孩子花到才是遗产 如果被骗走 那也没有遗产 对不对 有远见有远见 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 日本的小孩没有一定开到 是 要有开到才算 是啦 要看会开 是嘛 那我们这个裕盟国际议馆 其实就是推出到现在也获奖无数 拿十二个世界奖 要不要聊一聊这几个奖项 不用十二个都讲你印象很深刻 或自己非常引以为好的 像IF的设计奖 或者是这个 芬兰的ARTS的设计奖 那当然还有三个奖 是英国跟法国 但是我们十月底才能对外公布 哦 那所谓获奖 这种东西怎么说呢 其实 我们很认真把事情做好 那公关去报名了 那就拿到奖 那有一些奖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也没有报名 那但是 不晓得为什么人家就把奖办给我们 对啊我就觉得说 做每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做到最好 那这些东西能够得到奖 也需要很多人跟你一起来合作嘛 当然是这样 所以你都找一流的人跟你合作 是当然是一流的人 那他们是在帮你实现你的想法吗 嗯 其实一开始是 比方说我们SSAW 已经拿了快十座的世界奖 那是这个葡萄牙的设计师 David设计的 那可能就是台湾的这个绘桥 室内官方公司在做 但是他一开始发想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那你是四家餐厅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哦 我没有读什么书啊 我就问我儿子说 春夏秋冬的英文怎么写 所以我就取第一个就是SSAW 那因为他 春山夏秋长冬 对 因为他附属在酒店市公务的下面 那我们觉得说 住酒店市公务不用那么凄凉 每天就是吃个蛋包饭 吃个粥 不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早上八点你可能 我们的咖啡清食 你就可以吃红酒炖牛肉等等的 那你中午就发餐可以吃 你早上十一点就甜点专卖电器 晚上想要喝一杯有星空酒吧 是这个是整体的配套 所以我们才说 在这个地方就是 十全酒店市公寓 硬实的实啊 所以我们都是 我们这个案子叫十全酒店市公寓 对 那这边就不用开火了 要自己做也行啦 那不自己做 其实这个同一个场域里面 有很多这个美食可以来分享 好 让大家呢 对这个酒店市公寓 尤其是育盟国际衣馆有更多的了解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欢迎继续回到美式来哈拉节目现场 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 我们育盟集团董事长 我们育盟国际艺馆邵永天 他对生命的热情 不管他来讲他的创作 他的绘画 他对于建筑 对于这些国际型的高级的旅店的一些想法 因为都有他内心那个野孩子的一种 一种很旺盛的热情 刚才讲到 渴望自由立即解放 对 你现在已经自由解放了吧 还需要渴望吗 其实自由是这样子 很多人 就你看那些名嘴动不动就讲自由 很多人都说他活在自由世界 但是假设你去到百货公司要买什么东西 要看一看你的钱包 要看一看标签 然后默默再放回去 你哪里有自由 你还是不自由嘛 所以要做到完全自由 就是说你财富 某个程度上要自己去自由 但是我插题一下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乡型更重要就是 因为我要必须回答若全刚刚讲说 问我我为什么最喜欢做育盟集团的大家长 其实 我34年前就是一个拿个500块的乡下小孩子 我认识最大的官是林长 但是我们家跟林长交二 我最大的学历只有高职学历 我什么都没有 那经过了34年 我有今天的地位 一定是在某年某天某天 谁都帮我什么忙 那当然自己也要扛得住 所以其实我如果看一个孩子 尤其从大学 我特别喜欢用大学刚毕业的 其实我们今天国际行业开幕的第一天 我们平均年纪只有24岁 我们那时候几乎都是清理社 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 那看着他成长 两年三年四年看着他成长 我们会很开心 或者是说有一个年轻的孩子 他在其他地方怀才不遇 或者他做不好 那他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终于给他一个很好的舞台 我们会很开心 那钱这种东西其实 我最近萌生一个心态就是说 也不去数到底自己有什么财务什么 那个其实都很没有意义 就是每天好好的做事 好好的过日子 用钱有 日子过得好好的 就这样子而已 其实我是一个对自己很简朴 但是对朋友或者是对员工会特别特别大方的人 在这个疫情期间还卖地来帮员工 平常不用卖地 也是疫情期间卖地帮员工加薪 将行领年终奖金 我跟你讲一个今年大年出去发生 今天大年出去的状况还不是很明朗 我那天晚上 反正我如果大年出去或者是中秋节晚上 我一定到我的五开餐厅 请他们做素给我吃 因为我吃素 我那天晚上小费发了八万块 但是我那天穿的袜子是破的 因为我觉得我能用就好 但是我能给予的就尽量去给予 从另外一角度讲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啊 对就是说我不用给人家蹭啊 我出来今天穿这个T恤 人家也不会瞧不起我 因为我已经不用让人家蹭了 我觉得这个T恤很高贵啊 你干嘛 这T恤是他的画作的啦 听众朋友没看到 我们影片里面会有照片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看了这些年轻孩子成长 其实我曾经跟一个senpai讲说 我们为什么一直去提惜年轻人 那要不有一天我90岁了 没有人帮我看病 没有人帮我修车 我该怎么活呢 要给年轻人机会 要给他机会 那当然年轻人也要扛得住 还是要扛得住 今天我们邵董全身素版 里面的T恤是他自己的画作 然后我为了支持友谊 我也是穿了一样的T恤 然后他穿了一双红袜子 充分有野孩子的精神 那我们除了这些栽培年轻人的想法 那也在生活当中去实践 邵董内心那种渴望自由 立即解放的一种人生观 但其实不只是为自己 心心念念就是来自高雄 要让高雄这个你心中的这个自己的故乡 能够挤进这个世界一流的城市 其实我真的非常爱高雄 你要做这个隐形的推手 对因为你要透过政府单位 他有的时候又避嫌 又怕官商勾结 或者是很多的民意代表 又在那边拿拿杂杂 那我们尤其我独知 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我来做会比较有效率 我们就直接就做了啦 那一个城市的希望 并不是构筑在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政见 或者是什么东西上面 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希望 必须寄望在那个城市的企业家 他愿不愿死心塌地 为这个城市来做建设 而且你真的是在地 你知道吗 很多人只是为了做生意去 我就是高雄的孩子 我就出生在高雄 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死在高雄 但是我真的把我人生所有的青春 所有的经历 我也跟多人讲一下 我没有任何一块钱股票 我没有任何一块钱外币 我把每一分钱都拿来建设高雄 我把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都拿来为高雄打拼 而且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成为高雄的另外一种地表 对我们一直希望高雄做一些改变 但是交易回车 你跟他们说都没办法 你做最快 要跟他们拜托都是困难的 你拜托民意代表帮你 拜托谁 那个都是困难的 自己做比较快 当然很多民众 透过高雄的一些公共的建设 或交通 会觉得高雄最近这几年有一些改变 那个改变是很这个形象的 是眼睛看到的东西 那以邵董其实身为高雄这个城市的 迈向国际化的隐形的推手 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觉得高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还是期望 高雄现在改变 其实就像若全讲的 就一些交通什么东西做一些改变 但是我觉得高雄人 骨子里要改变是高雄人必须拿出自己的勇气 愿意去挑战不同的面向 就像我上次跟赖副总统讲 我说高雄就南部 我们希望有一个大的国际机场 我们为什么要去东南亚 因为现在都推东南亚嘛 为什么早上坐高铁到桃源 中午再坐飞机飞从我家的屋顶往东南亚去 我们到底招谁惹谁 第二个高雄我觉得它有空港有海港 它应该要引进国际贸易跟国际金融 这是我觉得高雄最需要做的 是是 是这样子 那包含所谓的艺术 艺术这种东西就是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创意都源自艺术 比方说这件T恤好了 一开始其实另外一个设计师 是只有把这个海中工放这里而已 就贴个salon pass 对但是这个比较厉害设计师 就设计出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视觉 视觉跟艺术跟美学是很重要的 但是一般的人都默示 那只好我们来做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 好谢谢邵董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视野 那给我们的一个结论 我想这也不只适用在高雄 就每一个人每一个城市的市民 都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接受未来新的挑战 也要勇气去挑战无限 是挑战无限 不是有钱人赚了钱 就自己就这样子花用 然后每天到处吃喝玩乐 张牙舞爪 没有意义 是好非常谢谢邵董 也希望在您的这个努力跟鞭策之下 这个高雄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国际的机场 那么更多的国际贸易 还有透过艺术的领先 让高雄这座城市 可以更加的有生命力 谢谢邵董 谢谢若雪 谢谢